我愛你 罵人家 你不要罵人家 你自己的包拿出來看 我的天啊 料定為波浦嗎 人體的 還是太空人杯的 去加熱 消防 大家對包包的外觀 似乎都很講究耶 不過包包裡面 怎麼使用又如何收納 這可也有學問了 馬上我們就要搜查 男女大生的包包 看看大學生平常都帶些 什麼東西出門 他們的包包會不會雜亂不堪呢 快來看看吧 來 先看 首先 蘿莉塔的嗎 請 打開 妳是怎麼樣 妳是怎麼樣 等一下 誰可以給妳了 什麼都往裡面塞 大學生包包像百寶箱 它的資料裡面包括了 違規超速的照片 醫療用皮帶 就是有人餵送什麼東西 都可以給妳 餵還有扇子 扇子 有扇 又有扇子 裡面會有筆記本什麼的 然後這是藥包 藥包 小鐘是不是 小鐘的簽名照 其實是樓下7號 我也會提這一支 就覺得 7號 就覺得可能會有人需要棉花 不然我要借給他之類 對 打開 妳是怎麼樣 不可以整理了 給鏡頭看一下 把它倒下來 超整齊的 妳東西也太多了吧 不是都超便宜的 她都整齊的 妳整齊的 到底要小袋子裝起來 就是雖然很多 可是一袋一袋的 真的嗎 八袋長老 我們來看一下 讓我們眼睛一袋一袋 這是傘 這是雨傘 傘很老 它真的有一袋一袋 又一袋 又來了 大力錢包 還有 各種尺寸它都有 很厲害 這個是 墨鏡 然後 還有帶相機 相機 然後手機 對 手機 然後還有扇子 扇子 有傘又有扇子 然後還有鏡子 鏡子 也太大了 鏡子 而且我隨身會帶三個鏡子 麥茶 還有就是文具包 對 就是裡面會有筆記本什麼的 然後這是藥包 藥包 對 一些維他命 女生都一定要的啊 還有悠遊卡包 就是裝棉花棒跟卸妝的 好嗎 妳要去哪裡住啊 要去男友家住的時候 那妳不會覺得說 妳裡面每個包包風格都不一樣 這樣很奇怪嗎 因為我 可是放在裡面誰去管妳啊 然後像是化妝包啊 是管不了啦 真的好亂 真的 就是那個 我就會帶很多鏡子 然後就是 這麼多鏡子 妳應該帶就小的就好了 我跟你講 這個包放的 還有LED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可以用啊 哇 裡面真的 然後還有鑰匙包啊 然後還有愛就是 第二支手機跟悠遊卡 對 而且我就算去搜尋 就是去樓下7000 我也會提這一支一帶 就覺得 7000 就覺得可能 會有人需要棉花棒 我要借給他之類 對啊 7000就有賣啦 賣了 就路人或路上有人 剛好隱形眼鏡有點不舒服 就可以給他人工累積這樣子 隨時都想要幫助大姐 很誇張 但是我真的看過一位女藝人 比她更誇張 那位女藝人的化妝品 應該就是妳這三個包的量了 哇 好誇張 就陸家儀啊 是不是 妳帶得更誇張好不好 就我每次出門 會把全部東西都帶出來 她不會 她光純蜜應該有20條這樣擺在那裡 光純蜜喔 對不對 因為每天 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所以每天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每天都不知道妳會享用什麼 對 有路人要用棉花棒嘛 對 來 我們看一下起司 來 起司 妳的包 來 是妳的包嗎 起司 感覺妳不敢碰它 很不熟 就這樣 有一點流浪的感覺 還OK 還算 還要帶大包的衛生紙 對啊 我這麼空就對了 男生為什麼要帶大包的衛生紙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剛從酒店出來 沒有 我都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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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動作耶 這個白癡 對啊 還有什麼 然後我這個就是 我有分類啦 我的資料就是在中間 就是這些資料 然後 這資料 因為我的後背包就是有 這種分隔的 我就會自己去買那種 那個 分隔袋 怎麼 這樣會比較好找的東西 好大一個哦 你的分隔袋也太大了 他的資料裡面包括了 現在不只一張 然後就是 像這一袋就是 那個 醫療用品袋 就有人胃痛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給我 有 然後他去 螺絲皮膚科門診 沒有 太誇張 跟你用的藥是一樣的 真的 真的 不錯 你還在做什麼 真的假的 這男生也滿仔細的耶 我覺得就是說 翻開他的包包之後 你會覺得這個人有在生活 然後蘿莉塔好像在先寄 就是他的幻想都說 路人要用棉花袋 沒有 帶筆記本那些的啊 那你都寄些是我們方便看 妳的筆記本寫些什麼 就是其實也沒有寫什麼 淚來的好醜 真的啊 而且我還會帶 隨身都會帶計算機 對 超級都帶計算機 對 那些 宅宅的簽名照 宅宅的簽名照耶 單護身 對 然後後面還有小鐘哥的 我沒有看到你寫的東西在哪裡 有啦 我有貼機票 沒有 他的筆記本就貼那個 登記證嗎 奇怪耶 因為我還有這一本這個啊 就是 就是那個 有這個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背單字 然後我沒事就會背單字 好用功喔 真的 因為背單字很好玩 很開心 他開心的項目都不太一樣 傻眼 小鐘哥的 還有小鐘的簽名照啊 然後我很喜歡他 而且他還有在後面留話給我 原來標準這樣 畢業快樂 單飛比較紅 就是大學畢業的 什麼時候組團體呢 單飛比較紅是跟那個小豬 還有小豬 小豬 然後我那時候超喜歡 就有去追他們 對 剛剛宅宅在電影機前面 還高興了一下 宅宅跟小鐘哥的地位 真的OK 雅宅的偶像 小鐘 蛤 諧星界的宅宅 他說小鐘 諧星界的宅宅是小鐘哥 還蠻帥的吧 那諧星界的譬如說 暴龍 是 陳漢典 陳漢典是諧星界的暴龍 這麼難 不寫啊 他們兩個最高點 你看 好…不氣不氣 來…東西直接收好 我們真的不可收拾了好不好 這是一番不可收拾 來 這個純摺套在這裡 好 謝謝我們兩位同學 謝謝 大家看我們大學生的包包之后 有現在聽說這個 今天小米有帶一些 這個很可愛的包包來是不是 對 我覺得包包 有兩種路線 像我自己 我覺得大學生 就是大家現在 就是都有在打工賺錢 可以存錢買一個 好一點的包包 譬如說像我 像我這個包包 我已經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 我覺得它就越舊越好看 這個大家叫這個包包 就俗稱機車包的包包 這是機車包 對 可是它就是 就是我就用的很那種 Rock and roll的方式 就很搖滾 就亂丟 然後讓它越來越 有一種舊舊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個包包 應該是這幾年來 非常值得投資的單品 因為它已經紅超過三 四年了 那接下來我有一些包包 就是其實都還滿評價 像這個是我最新買的 我很喜歡它 印第安包 它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流書包 然後我就說那個 就是以前的女生就是大 我小時候都會用很大的包包 但是我後來覺得 如果要出去約會 或是平常就是去超市買菜 如果拿一個大包包 就會感覺很擠 然後如果用一個小包包 就會顯得非常的 就是 就覺得你是一個很可愛的好女孩 然後譬如說像我今天穿這樣 或是在場的女生 任何人穿的樣子 其實都可以揹這種包包 其實今年很流行這種很長的側背包 你可以先背或是單邊這樣子背 然後它就有一種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氣氛 對 我要去買 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妳真的好多東西可以買 都小病女生的 還有這個包包 我覺得是小包包界 就是比較淑女的感覺 就如果你今天穿得比較帥氣 但是你背一個這樣子的小包包 好看 然後妳可能去喝個咖啡 或者是去吃牛肉麵之類的 就背一個這樣子的包 那條蛇在蛇界也是屬於淑女蛇 對 就是比較 牠是很紅色的 對 然後牠就是仿 現在很流行那種蛇皮鴨紋 就會